字幕志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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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心 曾師傻眼 趙喬唐 每位 各位校友 各位 euching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你能夠在這裏就是孝頌人的時刻 我們一行就一行 一行 六行 成就於鋒海獲獻是聖母 他的鋒海獲獻是非常非常大 是電視聖母 所以在短短的 十分鐘之內 今天要把蠕頭外和過去十四年的 鋒海的卓越獲獻獻獻獻 一些都不在乎 但是我們次總 盡量能夠提高切勁地收益 早在1951年的時候 聯斗會也就是亞洲基督教教育聯斗同社會 學運在台灣要設立一手 跟過去五到三個教育學校不一樣的一個大學 經過聯斗會好幾年的規劃 然後協商 最後學運 公喊是一所小型的大學 除了教導學生專業的事實之外 要特別強調加強的 就是通財教育聯斗主教育 希望學生不耐實會如何蒙生 並且學會如何畏人 在1951年 1955年的時候 正月龍校長 擔任首任校長 那麼聯斗會呢 就安排 給正月龍校長 跟當時文學院長都要簽 那麼一起到美國去 首先拜會聯斗會 然後呢 也訪問了 東北洋大學 智商大學 歐布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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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訊考差 公才教育 跟這個保守教育 那麼 這個 聯斗會的 這個 有關公開 陳和武 跟方真 以及教學的內容 因為他沒有製造的一些問題 這只是一個理想 想念的理想 但是 真正的措施 還是需要很大的努力 而這當然已經變成 校長的重責大任 到了這個 1957年 除了意料 意料之外 就是 曾經教授 像 教授 教授 所做的 人家沒有過 結果不在序內 這個消息 當然是 震撼 整個校長 那麼 學生甚至發起 所以爵士懷疑 也會把 這個校長的無效 無效 就是在這樣的 一個氛圍之下 可以說是 靈魂首領 結任了 校長的作用 那個時候 林校長 才實施 在 無效長 來到東海之前 他沒有 什麼台灣經驗 也沒有能買 任何以 到當他 領導 一所 新成年大學 展建大學 實現 東海教育 的理念 真是一件 很大的 好在 好在 吳校長 他有虔誠的 宗教信仰 並且 有辦法教育的熱誠 再加上 董事會的信任 和支持 他 一步一腳印 從這個 整備 跟甚至 溝通 溝通這些 事項目業 然後 建立 一些事故 徽章 開始 然後 一步一腳印 把東海 的理想 主義 實現 到了19 六年 中期的時候 我們校長 很謙虛的 以前 向 延伦會提出報告 他說 這個 工才教育 離開我們的 真正的理想 還是有一段矩 並且 勞動教育 因為少數的家長 跟學生 對勞動的教育利益 不太高 所以有些雜誘 但是 但是,那個時候,社會上已經是對我們東海大學的這種開創性的教育教育理念 尤其是通財教育跟老頭教育都暫時的教育 我記得,那個時候東海的發育官東海大學的新聞 不時就會出現在爆章當時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重視 那麼1983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也在開大學 那麼,宇宙風向就刺性模仿東海、仿向東海的通財教育 刺性風財教育 那時候我也在規報園園 那麼,教育部呢 更是在1992年的時候 那麼,一定的大學 一定所有的大學共同要一修 通財教育 那我們東海的通財教育 已經是讓全台灣的教育,高等教育來實施 那麼,富海的毛澤教育也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台大,中央,那麼,還有這個,原市,朝陽,社會的學校 也把東海的勞作教育,關到他們去做 也是包括工作營運跟社會服務 那麼,規定學生要去做這個 有關於勞動課程,把勞動的課程 或者是相類似的 所以,東海的當時 就在這個1992年之前 我們的教育委員 就是富海的推動自己的教育委員 已經是 在台灣已經是生的 那吳夏長,在東海深耕的16年 包含文學院長院 那麼,校長是14年 那麼,從第一屆到12屆公開的學生 都是吳夏長的教導過的學生 那麼,在科行學院 都有很接觸的學生 那麼,我所熟悉的學術建議 就有好提示 可以練習的 都是在國際支部的建設 有這個提示 他們都非常認同東海的教育 比如說,東海是一所小型的大學 東海的學生要駐校 那麼,小班教學 還有兩位 我們英文 還有東海 同彩教育 還有老子教育 大家比這些教育的措施 都非常地 政府非常地感激 覺得跟對他們的生活一樣 對他們在市場上表現得 不容許很大 那麼,大家對吳夏長的心 也表示非常地感激 熱感激 東海的措施 開創的教育 開創性的教育 不僅僅是曾岳龍校長 對吳夏長 對吳夏長 為吳夏長 保衛的理想 同時 也是在台灣的教育 高等教育性上 是留下一個很深刻的教育 留下一個很重要的層面 那吳夏長 除了是在公裁教育 跟老子教育的貢獻之外 他還有其他貢獻 現在我請大家說明一次 第一 是樹林東海的 自由奴隸為主的貢獻 那吳夏長的任內 他聘請老師 吳清潤 只要老師的學問 品性、品德好 他從來不會去擔任老師的思想之類 比如說 在他們論壘 他聘請了徐副官 羅宗山 張普全 李森林 這些學者到東海的教育 這些學者 經常在公共上 和暴章雜雜雜 批評當時 批評時政 還有 老師甚至在 當時被認為是反動雜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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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 所以這個吳校長親自的由他來的郭忠賠 赤子公務公職出版刊物 所以在吳校長太高學生言論自由的原則之下 這本雜誌是敢說話 這個有表達的意見 甚至有所批評學校的人都可以對這手 我相信這些措施讓公務台幾十年來 另外都被人家說是跟台黨甚至比台黨排制的一些效果 我想吳校長在這裡 這種募勞是大家應該保老的情意 第二點 吳校長從頭學說話 非常注重 在台灣還沒有國會的時候 東海迪金 所以國經費鼓勵老師來發表專書 發表協助課 也每年會按一半時間的國經費讓老師出國進行 那麼這些都是當時總靠 還有在台灣 所謂國際交流 還沒有踏出英文字 我們東海已經從台內外 寫了一些著名的學者 到東海來講學 譬如我在跋山鼠站裡面 那麼這個學校的變形呢 日本經教大學 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教授 叫原導學 他到東海來講這個統計的學 那時候以來 在校外的學生 包含台大的學生 到東海來的航空 造成功功 造成功功 所以無教授 在發表學組方面 也是在空氣之前 在空氣之前 那麼 我們學校在的時候 也經常去大學的學生 且台外的學生 到東海來的學生 好幾年 大概過十次以上 我們會有紀念 吳士卓先生 在第九 八月 五月七號的時候 第一次到東海來演講 那無教授 特別的 把這天定義 公盤學術制 把公盤學術制 到現在 在我們任內 我們還在紀念公盤學術制 在那個時候 辦一些學術制 第九 九二元裡面 開除 都要在同事會 聯合同事會 聯合同事會 財務制度的這樣的 原則之下 東海的財務 已經感受到裡面 結局 一切結局 那個時候 學校裡面 要求陳寧夜間幕 要求多少大招生的聲浪 一天就一天大 那無教授 排除 這個 大聲的紀錄 很陰性的 很陸性的 跟這些 提案 要破效 要辦列 這個時候 認為 把東海 變成一個大型的學校 辦業間幕 這樣的措施 是有被 我們東海當初 陳寧的時候 帶一所小型金子大學的理想 是去的 真的是 你看裡面 也會讓 也會 跟一些海外的 曾經幫助我們的這些團體 平時對我們的 那無教授 為了 堅持 渡海是一所 小型金子大學 這樣的一個 教育五年 他在 1970年 到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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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d able to 到 dollar 到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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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校長 是一位 很 너무ricult的 朱哥的 知識者 研究 untuk 渡渡 ć 到19 Jam Cool 到1970年 一直到1990年4月17號 過世的年齡 他在公安所留下的時機 跟重大的貢獻 將活在臺灣高度教育的歷史 也將活在我們世世代代的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